欢迎各位又回到我们的老庄漫谈 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一下 因为太热了 但是呢热有热的好处 但是呢冷又冷的感觉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欧洲的冬天 带给各位稍微凉快一下 不过今天在现场呢 我们来了一位专业的 那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巨匠的专业领队 我姓胡叫胡乃兴 那英文名字叫Joyce Joyce 很高兴的意思 很开心的意思 那因为在冬天的这个欧洲呢 我们各位一定会想到说 哎呀就是第一个非常冷 有的时候很冷 对但是呢在节庆上呢 或是呢在日期上呢 如果没有冬天的话呢 也没有那种感觉啦 所以呢每次呢在我们的明信片上 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叫做圣诞节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卡通也好 它都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序 那没有雪的话呢就感觉上呢好像就少了 那一点点的那种叫做feel啦 那Joyce呢你在这么长的时间呢 每次呢在冬天有没有到过那个圣诞节情 有 哦 好不好玩啊 非常的好玩 因为每一次呢大家会问说 好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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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在那个地方呢你感觉到第一个给我们一句话 到底是冷不冷啊 冷但是很舒服 各位呢可能对这个冷的感觉呢会有一种很压抑啊 为什么会很舒服呢 因为呢那种地方呢你刚到的时候会觉得很冷 但是呢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习惯了 你会觉得很舒服啊 你会觉得很舒服啊 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呢 你可以呢用很长的时间 你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呢就怎么样 去做这个我们叫做户外的一个活动 那Joyce呢可以跟我们稍微简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冬欧的话呢 可以有几个地方呢有那个所谓的圣诞节可以过的地方 嗯基本上哦 圣诞节那一天 其实大多数的圣诞市集一定是在12月24号之前 11月底到12月24号 所以有很多人会希望说我要去过圣诞节 但事实上圣诞节跟我们过年一样啦 它其实就是全家欢乐聚集在一起的日子 所以其实他们的圣诞市集来讲的话 算是唯一你在冬欧时可以找到的夜市 因为那边很冷 所以呢白天也不会有夜市 所以呢只有那个时间才会有晚上可以去的一个市集 那基本上各大城市只要是有广场地方 他们都会有圣诞市集 因为市集呢像这种叫蔡奇亚嘛 我们叫蔡奇亚的话呢 在欧洲来讲应该晚上都没有活动 那在晚上有活动的话呢 那应该呢就是我们讲叫夜市嘛 嗯 不好意思 欧洲没夜市啊 那只有能够在这一段的节庆啊 因为我们应该算是节庆 因为呢 刚刚有提到耶诞节只有那一天嘛 或是那个晚上 但各位呢我是建议各位啊 不要想象哦 因为呢这个想象都是错的 应该就是应该碰过了啊 如果呢你在过年的时候到了台北 应该在街道没有人 那如果呢你是在耶诞节的那个晚上或是在隔天的话 应该大部分都休息 对 所以呢这一天的话呢会比较麻烦 但是呢各位呢如果呢从11月底 然后呢一直到12月24号之前 如果到了欧洲的话呢 那给各位的一定是一个叫做惊讶 而且呢是一种很高兴的一个场合 为什么呢 大家都去买东西啦 或是呢去看东西啦 但是各位也不要想象 啊我一定要去买东西 不是吧 在市集上还有什么活动 可以给各位呢稍微一点简介一下 呃我们先从吃的部分来讲好了 事实上圣诞市集 它可以说真正的发源是在德里区的地方 所以德国人基本上呢 呃有这个所谓的烤猪脚烤香肠烤火腿 所以你会在那边看到那一个德式的石板烤肉 就是一个大板子上面 跟我们的原住民一样 跟原住民一样非常的热闹 那当然我觉得圣诞市集还有很好玩的一点 就是其实他们平常有一些地方性的小吃 你可能不一定你会这一个真正去餐厅吃到 但是圣诞市集的时候他们就会摆出 就是罗比达 对罗比达 像那个东德那边来讲的话 他们有一种是用起司加上Mushroom下去炒的那种东西 就是蘑菇加起司酱的 那种东西其实有餐厅吃不到 但反正圣诞市集的时候 你在那个地方在路边摊就可以吃得到 对因为圣诞市集它的源头是在德里区 在德里的系统里边应该都可以看到 其实包括法伊都应该也叫做欧洲了 所以在冬天的话 你到东方比如说威纳啦 甚至你到布拉格啦 在德国的德勒斯特纳 甚至呢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个Nurum 纽伦堡啦 还有甚至到法国的Strasburg 东东有这种市集 只要有往常 它一定有市集 那你到了市集以后呢 你可以趁着你的那个所谓的自由的时间 因为有时候呢 你要到市集并不是整团过去吧 应该都是个人吧 那所以吃了那个马铃薯以外 那个迪卡还有什么可以喝的吗 哦 一定要喝 这叫做热红酒 他们德语叫做Guruvine 基本上来讲呢 这一个台湾有卖很贵 一小杯大概250 在那边的话不需要那么贵 大概2欧3欧 大概2欧3欧 而且很好玩的是 每一个圣诞市集 他们的那个酒摊 都会做每一年的纪念碑 如果你是杯子收集狂的人 可能会发疯 因为他每一个市集都有自己的杯子 就像你到某一个咖啡厅去收集那种杯子一样 他们每一年每一个市集 都有自己专属的杯子 然后呢 你去那一个第一摊的酒摊 他可能假设收你5欧元 但酒的钱是2块半 然后杯子2块半 那你呢 下一摊你要继续喝的时候 你再去下一摊 拿那侯让杯子去杯就好了 只会收2.5 所以自带这个所谓的茶具的话呢 那你喝完一整轮 因为其实是边走边逛 大部分他们的那一个也是合家出游啦 其实圣诞市集会感觉很热闹 还有一点就是你也会看到很多的当地人 他不是只有给观光客 对刚刚提到的这个酒的话 这个喜欢喝酒的人应该会觉得 为什么是喝热的 对不对 对 而且是热的红酒 不过这个红酒里边 他还有一些白角辣椒 这些应该叫做香料酒 但是你在冬天那么冷的地方 真的受不了的时候 我曾经感觉到那一杯一下到肚子里边 哎呀你的全身怎么样 温暖气 然后继续的冲 继续就会想要一直喝 所以刚刚提到那个杯子 因为他类似我们家押金 有时候就说你要做个企业 要押这个杯子的钱 但大部分的人就算了 那个杯子我就带我一下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押金比如说5块 也有曾经到8块欧的 8欧的 也有2块 看你的摊位 还有他那个造型都很漂亮 以前人家常常讲 他那个叫做圣诞节袜子的杯子 因为他透着那个袜子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这个杯子真的是比酒还要好玩 为什么你买杯子 买到那个行李都超重的 因为每一个市集都有自己的杯子 所以你到了耶诞的市集的话 一定要怎么样 要去喝 一定要喝 热热的那种甜的红酒 因为每一次到那个地方 逼得你一定要喝 为什么 就在那种温度之下 你会让你全身舒畅 而且是温暖的 所以你看每个地方有吃的 比如包括在德国系统的话 就是那种姜饼 所以姜饼也可以吃吃看 因为这个就是冬天的 那最早期 其实他们从16世纪以后 就常常会有所谓的 耶稣的那个面包 大面包 大面包 所以你看有红酒 有面包 有马铃薯 加上德国系统的肉 我跟你讲 到那个地方 不是叫你shopping而已 当中走的话 耶诞事情其实对国人来讲 是比较陌生 是比较陌生 但是是非常好玩的 因为其实冬天的欧洲天黑的很早 所以我们不会想象到说的 其实圣诞世纪4点多就有那个气氛了 而且他们会不定期的 会有当地的唱诗班 或者是地区的距离做表演 对 尤其是遇到上周末的时候 其实那个气氛 你真的能够感受到白色的耶诞 或者是耶诞节那种气氛 所使在欧洲的圣诞世纪 真的非常非常棒 因为以前在耶诞世纪 就是一种交易型的 就是market 后来就变成一种叫做什么 叫做家年花 有点类似的 甚至比较大的像你在那个 斯拉斯古 有可能看到什么 那个旋转木马 摩天轮 通通出来 所以你看 就好像这个世纪 其实不是单一的世纪 所以各位不要想象说 我要到耶诞世纪 是不是只有买东西 买那个圣诞那个小娃娃 不是 你到那个地方 可以把欧洲很多的 他们的文化的背景里面 怎么样 去把它刮出来 所以走这个欧洲的 这个耶诞世纪的话 那有什么建议 建议有 因为冬天嘛 冬天要穿多一点 穿多一点是一个 但基本上我觉得 红酒多喝几杯 就好一点 不醉吗 其实还好 看个人 看个人 不喜欢喝红酒也没关系 他还有一种 其实像布拉格 我们后面刚刚一直看布拉格 圣诞世纪捷克的 他们那边的话 还有一种蜂蜜热酒 热的蜂蜜酒 温暖你的身体 还有包括你的心 那在耶诞世纪里边 他的东西太多 你在逛的时候 不知不觉当中 你的时间就过了 而且有很多 很可爱的手工艺品 对 还有加上很多的表演 所以各位你看 在冬天 其实欧洲 他有他欧洲的 所谓的深层的文化面 因为一般来讲 像我们在冬天的话 对这种节省来讲 以为说 他的节省就在夏天而已 像很多 当然我们讲 大的那个节省 当然是在冬天 很少没有错 但是耶诞世纪 它是从11月底 一般来讲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 耶诞世纪 一定要在耶诞节才有 不是 你到耶诞节反而没有事 因为他们大概在 24号的时候 大概在下午 已经慢慢在收摊 为什么 他们要回家过年 因为照东欧来讲 尤其是政教来讲 他们真正的耶诞节 其实是在 隔年的下 元月六号 但是在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传统里面 是变成在10月24号 25号这个阶段 所以当这个日子 很重要的日子来的时候 反而在街道上是没有人 所以各位如果要到 这个耶诞世纪的话 建议各位要怎么样 要提早走 一般来讲 他们在以前来讲 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种11月底 所以各位如果在 欧洲已经有去过了 没有关系 你还可以在冬天到东欧 或是在德语的这个系统 甚至在法语区 应该叫做全欧洲 都有它的市集可以逛 那在东欧的话 它的市集更多 因为他们的广场多 所以你到了捷克 那个广场应该是 非常的漂亮 应该每个地方都有广场 都很漂亮 所以你到了广场 记得你不管住在哪里 晚上就到市集上去走一下 去走一下 因为他们晚上只有这段时间 有所谓的叫做亚齐案 是的 一年一次而已 一年一次而已 所以冬天当然比较冷一点 但是他有那种红酒可以喝 多一点点就好 走走看看人也多热闹 其实干冷不会到很冷的地方 所以你看在耶诞节的话 除了到教会唱唱诗 听听这个所谓做礼拜以外 其实你还是可以到欧洲的 耶诞市集去逛一下 所以你看欧洲它的东西可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很感谢这个 Joyce 那下次要带给我们新的东西吗 没问题 他明天就要出去了 明天就要去德国了 回来的时候你就把我们 OK 好 今天我们就很感谢Joyce 谢谢庄老师 谢谢